我們再說一下 寫古妳可以講一下妳剛剛寫歌的那個靈感是什麼 那一首歌的靈感 因為我的外公是阿妹姐 然後他 以前從國小國中聽他唱的時候都是非常的蘑菇 因為阿公沒有牙齒 所以我不知道要正確 怎麼去正確發音 然後一直到後續可能高中到大學 有很多音樂人一直去 就是去重新傳唱這首歌 所以我有點是拿外方的旋律 然後跟現在傳唱的人的詞去做一個節目 然後其實有時候去聽老人一首歌的時候 每一個老人家唱的都不一樣 但是他們的味道跟他們傳唱的那些 我們腦的精神都是一樣的 希望我們原住民的孩子可以繼續保持 我今天要學代表如 什麼拉票 今天要先拉票 我們是三號 二號是 二號是受洗燒 不可以 好 OK 那我們帶來我們今天第三首歌曲 OK 給我們點掌聲好不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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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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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现一下 哇 这个谢谢我们的二六乐团 刚刚带来了三首好听的歌曲